哈囉 大家好 我是菲比 那今天非常的開心呢 特別透過這個馬來西亞世界宣明會的邀請 來到這個One Life Revolution的這個campaign 那這一次非常的不一樣 跟我覺得一定要參與 特別請假來參與的就是 在這一次的這個展覽活動當中呢 除了能夠讓大家完全體驗到呢 身為這個愛滋病患呢 他們內心的一些世界 以及我們必須要面對一些醒覺活動之外 最重要就是聽說在整個的這個活動當中呢 我們能夠走一趟愛滋病 還有兒童販賣受害者的一些生活 就是之前呢 我只是在看到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震撼 平時都是在電視上面啊 看到一些這樣的報導 但是這一次呢 通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能夠讓我跟所有的這個朋友們 一起親身去體驗 大家好 我是Daniel Liqian 那其實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參與就是 關於愛滋病的一個exhibition 那其實了解的東西不太多 但是我覺得 愛滋病這個東西呢 特別是對小孩 是一個很可惜的東西 因為就據我所知 他們的性命其實是很短 那想要看今天呢 會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我自己覺得啦 One I Do Something是對的 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 因為你跟我都一樣 因為你跟我都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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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可以再看下去 我会流眼泪 其中有一幕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我就是这一名艾滋病患儿童 然后我爸爸患上了艾滋病 然后我妈妈也患上了艾滋病过后 然后我在检验过后我也患上了艾滋病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小孩子他完全无辜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成了艾滋病患者 那接下来他的生活该怎么办 我感受到我们太幸福了 那我感受到我们这里的人都应该要更自爱 应该要更爱自己的身体 爱自己多一点 也要爱惜别人的身体更爱惜别人多一点 真的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说 对于艾滋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像今天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全世界的艾滋病患者 真的有很多很多 就是算每分钟死亡的几率是五个人 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很幸运的我们 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好好支持这个活动 那其实不只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感受到得到艾滋病那些 小朋友的一些生活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深深地体会到 你会感觉到他们真的需要很那种 意志力的 意志力的那个坚强之外 还有我们身边朋友的一些支持 那当然就是如果大家对艾滋病认识的话 也知道就是有什么管道是能够得到这个病 当然就是我们会特别替那些 就是很不幸的朋友得到这个艾滋病的 就是怎么说就是意外得到这种艾滋病的 病患者更感到可惜 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想的 当然他们得到这个病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然后去关怀他们 不要因为他们得了这个病 而去看不起他们 因为他们也是跟一般的人是一样的 其实大家都应该给他们更大更大的支持 就是给他们一个拥抱这样子 其实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支持他们 对那我觉得希望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不要启示得到艾滋病的病患者 因为呢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关乎 也需要我们的拥抱 那今天的主办单位呢也是 因为能够让更多的人呢 对艾滋病呢更加的认识 听说在US 在纽西兰 在Australia 在新加坡 有这样的这个活动 然后大家的反应都很热烈 然后这一次来到马来西亚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样子的这个机会 亲身体验 然后走到这边 来好好的去感受 而且用的时间都不多 但是我觉得肯定会让你们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记 对抗艾滋排除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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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命只有一条 但是呢在这一条命当中呢 我们可以去创造出无限的可能